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共变异数 首先我们要介绍共变异数的定义 既然是共变异数就是一个以上 假设X跟Y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其中X的期望值叫做μ1 Y的期望值叫做μ2的话 那么我们要怎么定义呢 我们定义X跟Y 这两个随机变数的covariance 共变异数的定义就是 这个X减掉μ1 Y减掉μ2的相乘的期望值 那么这个定义其实这是原始的定义 但是它的记忆上来说 跟这个计算并不是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整 那么怎么做呢 那么同学可以看 这个里面可以做一个承开的动作 这个承开 那么同学看了 这个承开之后的话 前面是XY 后面这个是减掉μ2X 减掉μ1Y加上μ1μ2 这是期望值 期望值具有一个线性的一个性值 所以我们可以中间的符号 我们可以全部都透进去 就是每一个各自算 每一个各自算 各位同学这是什么 这是数字 μ1跟μ2的数字 可以移到期望值的这个符号的外面 所以同学看这是什么 这是μ1 这是μ2 那这个呢 μ1μ2相乘的一个期望值 那就是μ1μ2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μ1μ2 这边可以消掉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最后的结果 这也是我们的口诀 什么口诀呢 covariance就是共变异数 它的记忆的方法就是 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相乘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记一记 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相乘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共变异数的例子 让各位同学来看一看 怎么去求一个共变异数 假设x跟y 这个是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它定义的是什么呢 y在x之下 x在1之下 这是一个什么图形 同学的话必须要知道 这是y等于x在这边 那么y又要比x要小 它又夹在0到1之间 所以它这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一个正方形 同学要记得 它并不是正方形 其他的部分 otherwise的话是0 那么我们要算什么呢 共变异数 那么要计算共变异数 最快的方法就是 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相乘 那么我们先算 1x好了 这个是x的期望值 那么期望值的定义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连续型的 所以我们要用积分来表示 那么我们x的部分定义的范围是0到1 0到1 那么这个地方是x 我们这边就是x 再乘上函数 那么是因为它是有双变数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有 这是叫做重积分 函数叫做3x 这边我们要怎么计算呢 x的范围是0到1 这边要写0到1 y的范围要小心 不是0到1 y的范围是在由下到上 所以是y等于0 到y等于x 所以这边是0 这边到x 然后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是3x的二次方 我们由内而外 先对于y来积分 我们发现这里跟y没有关系 就直接加y 然后范围是0到x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来我们看看 这边是3x三次方 然后这边x带进去 这边就是3x三次方了 这边是y没有了 就底x x的范围是0到1 来继续计算 这边是三次方 积分就会变成四次方 然后前面垫一个四分之一 所以是四分之三 x四次方 然后这个地方计算就算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得直接写答案了 我们来算算看 y的部分 跟这个非常的类似 但是 我们先写 先写积分 这边要改成y x这个地方 这边x就是x 这边y就是y y乘上3x 然后 一样 dy dx 好 我们的范围 当然一样 现在对y来积分 这边对y积分的话 y就会变成 3x不要理他 这边就会变成 2分之1y平方 然后y要带0到x 所以这边是2分之x平方 跟这个3x混在一起 这边就会变成了 2分之3x的三次方 dx 范围呢 0到1 好 那这边的话 四次方 这边就会变成了8分之3 x的四次方 范围0到1 所以是多少呢 8分之3 那就是8分之 0到1 等于8分之3 好 我们算出来了 再来 最后一个 我们要算什么呢 相乘的期望值 因为covariance是 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相乘 所以我们各自算 现在我们算的是 xy 乘下去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xy 那是3x 这边是底y 底x 好 范围一样 现在我们要对这个 先对y来积分 y这边一样的 这边就变成了 2分之1 y平方 范围也是0到x 可是这边有x 有3x 这边要多一个3x的二次方 好 那我们这边算一下 这边就会变成了 2分之3x的四次方 来我们这个地方 心里有底了 2分之3x四次方 然后这边是dy 那这个是dx 这边是dx x的范围是0到1 这边就会变成了5次方 5 那就要垫一个 5在5分之1在前面 就会变成了10分之3 x的5次方 范围0到1 那就变成了 10分之3 covariance 怎么算呢 10分之3 减掉这两个相乘 就可以了 10分之3 乘上两个相乘 来我们写下去 这边是 4832 33得9 这边我们来一个通分 我们算出来结果是320分之 这是96 这是乘10 就是90 那就是320分之6 那么还可以再继续化减 就变成了160分之3 这就是我们的covariance 共变异数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共变异数的意义 现在的话呢 这个共变异数 covariance的xy 它的意义 我们来看看原始的意义 这是mu1 这是y 减掉mu2 这个数字 它其实它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算出来可能会很大 也可能会很小 也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负的 所以线性的相关 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度量 它可能会很大 也可能会很小 这跟这个x 这个数字有关 主要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哪里 可以看得出一些关系式呢 就是它们的变动的方向 假设这个地方 共变异数是正的 代表什么意思呢 因为正正才会是正 要不然就是负负得正 所以如果说共变异数是正的 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的变动的方向是相同的 往第一项线走 或者是第三项线走 小于零呢 就代表的是一正一负 那么一个大一个小 那方向是相反的 假设共变异数 接近零 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零了 零的话呢 那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关系是 共变异数如果非常小 代表的是两个变数之间 它的关联性非常的低 那零代表是完全没有线性关系 但是它有可能有其他的关系 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提到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共变异数 那么我们先要了解 共变异数是衡量两个变量的 总体的误差 那么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什么叫做变异数 variance 我们以前记得定义是什么呢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covariance 是相乘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相乘 如果x跟y是相等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了 变异数其实就是 共变异数的一个特殊状况 如果x等于y的 那么共变异数 它给我们的这个数字 意义不大 因为它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标 但是正负号 确实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两随机变异数的变动的方向